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反正我們就是非典型的 最後半小時 看大家什麼問題要問的 就盡量問吧 然後我再Cue幾個演講者好不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台北市的就開放亂問 有問題嗎 大家盡量問好不好 難得 又有ODI的 又有Call for Japan的 我想請教各位的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這種開放資料做法 或是這種請政府來參與的做法 其實到後來都會因人設施 就是政府換了一群人 可能這個做法下一次就不再繼續了 那這樣方法有沒有大家的經驗裡面 或是大家的做法裡面 或是台北市有些自己想做的 或是居常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或是更持續永續的做法 讓這樣的方式 可以不會因為政府的人走了以後 他變成更有制度性或系統性的一個做法 好 謝謝 我先回答 那怎麼會主持人回答問題 OK 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說 今天問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 台灣目前在政府的結構裡面的 結構性問題並沒有被解決 這整個資訊化的 結構性問題沒有被解決 在資訊 就以資訊局來講 資訊局從中心變成處變成局 雖然我是局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整個局的結構 他是把我們當operator跟MRS的人 然後把你upgrade到這個組織架構 只是組織架構變成一級局處而已 但是當初的那個任務是為了operation 為了MRS 設計的東西 所以今天以我們來講 在資訊局裡面你要知道 檢任官是高官 檢任官是非常高官 就等於在部隊叫將軍了 台北市政府有四個檢任官 副局長不算 那就有三個檢任官 兩個專門委員 一個竹蜜 三個通通都不是資訊直系 因為以前要寫公文 所以要會看公文的人 要會搞行政的人 不是要會計數的人 所以當你知道 當你變成一個局的時候 你是policy 你是在政策的角度 而不是在操作面的角度 去看整個資訊化發展的時候 你要跨局處協調的時候 這些人我得看運氣了 如果他懂一些資訊 那跨局處協調問題比較少 因為他知道到底技術的可行性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技術 我們要找最好的技術 不是找最新的技術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來的是一個行政 他只會做公文的 你叫他怎麼主持 他只是官比較大而已 官大不見得 資訊能力比較好 所以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在政府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知識技術到能力 技術能力到態度來講 大家即使有很好的態度 知識能力很夠 可是沒有時間 沒有那個環境 去養成他的能力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要能夠永續 我覺得結構性的問題 必須被解決 否則現在 如果沒有一個帶頭的人 在那邊當 mentor 去 push 這件事情的時候 結束就結束了 換了另外一批人 可能又 mindset 又變了 又整個流程又變了 台北市現在比較好的 就是說 在至少在 open data 這一塊已經進入制度化 已經進入制度化 所以說會變得 很有制度的去再做 open data 但是 data open之後 我們剛剛副秘書長也問了 open之後呢 open之後很多的東西都是非自動的 都是 push來的 所以有一股力量在那邊 push 當這股力量不見的時候 公務員會彈回去的 整個又縮回去 縮回到原來的結構性裡面 所以這是現在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在跟國發會開會 我也是在講說 當一個國家在談數位國家 或是數位政府的時候 對於資訊力的這一塊 其實沒有太多結構性的改變 這時候其實我就覺得 有些東西是想像大於實際 我不看好數位國家的計畫 因為沒有人可以 support這樣的東西 沒有底下的事務官可以去 support這樣的計畫 事務官是long term的 像我們兩個 他是事務官升上來的 沒有問題 我是政務官 我做了四年我可能離開 離開之後我很多的想法 可能沒有辦法再延續下去 因為另外一個政務官上來他只有四年 每個政務官四年 那是不在政治壓迫之下可以活四年 任何一個政治 政務官是招不保戲 做一天是一天 所以你會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些突破 每個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成績 其實就很難永續了 所以市長我們市長常在講 為什麼在宜蘭可以看到 連續幾個市長為了一件事情 去推東山河 可是很多的 很多政策在選舉之後會斷掉 這是台灣 可能是台灣特有的吧 那這種東西 你說沒有一個 穩健的一個事務官系統 你很難去永續 所以剛剛這邊 你問了問題 我是覺得 結構性問題不改變 我們就只能走一步試一步 OK 好 好 好 Hell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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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健康的 approach from problems up and don't start with the tech, I don't know if you want to add anything about that. Totally agree with that. I think in Japan's case, I think really important is the national level and municipal level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in our data academy, as I said earlier, we work together and think about real problem and use the data for the actual, helping actual case and not only from the technical view. After we found the good use case, there are still some barriers. For example, the privacy rules or something, or cloud services. So we collect such kind of barriers and report, make report to the national level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level, we together create new rules. And government decided the rules. The municipal level officials can use that data to convince the boss that government rule has changed so we can do that. So that the local and national level collabora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this is the point Code for Japan is helping them. It's difficult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municipal level. So we can be a connector of the terms of technology. Okay,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But I want to sh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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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show you. Because it's more of time. With the broadcast to Everything we collect We've got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I talked to a strengthened You cantó, it was something들을 And actually, you know, All of the timewriting Every government The public Tir Torque I falei to What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It was my team's So do you see I talk about Yeah. I believe I talk a little bit 就是一個push的力量 當這個力量來的時候 局處就會開始去看data 當你開始看data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件事情 當你collect data的時候 臺北市政府 就我自己看到的 很多的data的收集 並不是為了要改善這個服務 而是為了要管理 有些管理是為了要結案 有些管理是因為年度到了 本來就要做一個數據 去證明說這個東西很好用 而不是為了去fix something 或是說去enhance something 所以當你收集資料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你的另外一個目的的時候 其實collect data的方式 跟它的頻率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在做open data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好就是我們在feedback 就跟各位在溝通的過程的feedback 我們會回到局處裡面 當你沒有這個data 或是你的data的品質 或是你data的頻率 或是你data的收集資料的面向 好像不符合民間需求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局處開始去思考 是不是你收集資料的方式 其實imply了你工作的模式 當你工作的模式是不是imply 你其實在管理不是在做服務 因為我們市場下了一個命令 要從服務去看 不是從管理去看 所以當你所有的process 就變成服務的process 而不是management的process的時候 其實這個改變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非常非常大的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 當你在市府裡面所有的process 都從轉換成服務思維的時候 其實整個流程是變的 整個流程是必須要被改變的 從你收集資料的那一剎那 就已經開始改變 我不是在收集資料 我可能是提供資料 讓你做check 所以可能不是你在那邊填表了 而是我把表填好給你看 你幫我做check 那後面很多的東西 譬如說假設你到社會局去申請 一個社會救助 當你去那個櫃台 我只要確認你是誰 你手機拿起來就發現 錢已經打進去了 這才是人家要的服務 如果來這邊好像審問一樣 你叫什麼名字你是誰 你問好多 兩個月以後 還不見得會給你錢 所以整個其實整個從data來講 我們現在在open data的open 並不是那麼自然 非常非常不自然的 所以每一個局處 他必須要做很多的後製 才能夠完成open data 所以那個open到 從data產生到open 中間那個gap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假設說 我們今天講的 整個服務通串節奏 其實好多好多工程要做 你如果在剛開始蒐集的時候 就已經ready to publish ready to open 然後imbed到他的process裡面 才有辦法永續 這件事情的工程其實還差得遠 還差得遠 台北市都差很遠 就不用去想其他的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些東西 其實在很努力的在做 但是不可能那麼快 我們也希望有很好的技術可以進來 所以真的很需要各位的幫忙 如果單純在公務器官裡面 自己關起門來想 想好幾倍的時間 如果有進來 尤其有problem最好 我們是希望 我們現在真的很希望是problem進來 driven 我們這邊動起來 所以如果各位不斷的有問題進來 這個問題又讓各局處有motivation 需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對他來講是個credit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好辦 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問題進來 然後需要data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局處就會被motivate 那被motivate的一旦有好的sample的時候 好的案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有機會去產生一個效益 那這個氛圍出來 大家就會開始動起來 那這些東西都不是那麼簡單 那我們都需要時間 需要一些 還有需要一些氛圍 真的還需要一些氛圍 所以我們等 要不要負面補充一下 我想 我簡單的來回答 剛剛這位先進這樣提到的一個問題 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成語常講的一件事叫做人襲震 就是人襲震亡 我們中國有一句成語叫人襲震亡 現在我們在位的人 我們去推了這件事 那可能我們離開了之後 接下來後面的人 會不會繼續往前推 所以為什麼 柯市長上任出來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經典的 改變首都 從改變文化開始 這文化不是講的叫文資那個文化 而是如何讓政府去引進一個企業文化進來 也就是說你要開始讓公務員 他的一個新思維 開始要去做一些轉變 做一些轉變 因為以前 以往的公務員的概念的話就是 多做多錯 不做不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體制下 這樣的一個結構下 他就寧可不要做事 不要做事 然後把資源就放在那邊放著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情 像我剛剛舉了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讓事務官 自己本身就要覺得 做這件事情是正確的 讓他覺得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這很重要 他不是為了應付長官而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要打從心底去覺得說 做這件事情真的是好的 對這個社會是好的 那這樣子事務官才會願意往前推 因為其實在政府做事的話 基本上還是一個事務官 那另外的話就是 外界的一個監督的力量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把這樣的資訊 為什麼政府以往不敢把資訊開放 因為開放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怕監督的力量就跑進來 那其實現在open data 這個事情大家都談了很多年 政府已經願意把資料開放 但是還需要有外界監督的力量 來緊盯著就是說 政府你這些資源 你有沒有好好的去用它 那這樣就會有壓力在 有壓力在 也就是說整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要想辦法把它變成體制化 要把它變成法制化 把它做成一個制度出來 當它變成一個制度的時候 其實不管誰來當市長 誰來當局長 他就只能在這個制度下 他可以去創造新的制度 但是原來的制度 他還是必須去往前去推 往前去推 因為而且重要的是 下面有一群事務官 願意去支持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這樣子的制度才會 就是可長可久 才能一直往前去走 我想慢慢的 其實政府也自己也會感受到的 政府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那民間的力量是無窮的 所以政府有些東西 他一定要走向跟民間合作參與 那不要衛蒙其力先受其害 政府就會打退堂股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讓政府覺得說 原來跟民間合作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不只政府自己得到好處 而民間也得到好處 那我想這個才是一個win-win 一個雙贏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想還是從這樣子一個思考 我自己本身推這個案子 就是從這樣子一個思考去想 這樣的事情 他這個制度才有可能 被一直往前推下去 所以我剛剛聽Oliver講的時候 他有講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有點感觸 就是說 那都大家會scare scare什麼 你scare資料不正確 scare說published data useless 可是我覺得說 我看到了 我的感覺不是 我的感覺是這個scare是 當發生這些事情 背後的responsibility 是因為資料不正確 因為資料沒有用 而最後產生出來的責任 他怕的是這個責任 而不是怕逆見事情 所以台灣在整個文化裡面 就剛剛講說改變文化 另外就是究責的文化 像我們是做資安 資訊局要負責資安 大家知道資安沒有百分之百的 可是議員就叫你要百分之百保證 那你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大家瞎糊弄就好了 但是問題一旦事情發生之後 不是檢討是究責 所以通常你如果說 你在檢討的過程裡面 當然會發現有責任的時候就要究責 但你的邏輯是放在究責 不是放在檢討的時候 其實很難做的事情 所以沒有人願意去做資安 現在在政府裡面的所謂的資安 根本沒有專職的人員 是專責 專責就是倒霉的意思 那當他做了這件事情 他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之後 他沒辦法延續他資安的career 因為他可能到另外一個單位 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沒有這個所謂的資安的career 所以政府裡面對於資安 我自己echo我自己 剛剛就講的 資訊人員在這個體制裡面 他並不是一個策略地位的人 所以你很難去用工具 所以大家常常都搞錯 就剛剛講說 我覺得剛剛後講一件事情很重要 star from people not a tech 對不對 tech只是一個手段 只是一個工具 那真正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常常在政府裡面很容易歪樓 很容易歪樓的原因是因為 從tech來看KPI比較好做 KPI比較好做 那KPI可以包裝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文化 所以有時候說我們在市府裡面 就是說我跟志明說兩者 其實市長 我有時候市長有時候給我們上班 他說我們兩個就黏魚就對了 所以那些沙丁魚 我們兩個就想辦法遊遊遊到他們會動為止 但是這種東西不可能是long term的 但是你在動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去push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情 其實incentive很重要 他為什麼要做 跟他的業務有什麼關係 所以很多東西需要被design 需要被design 然後再去push再去推 才有機會 那慢慢大家都有incentive的時候 他都知道做這件事情對他有好處 他為什麼不做 但是沒有很好的reference可以看 就要以open data來看 目前沒有很好的reference 讓這些同仁們有motivation說 我一定要這樣做 我一定要那樣做 有聽到嗎 有 這邊有 好 我這樣聽起來的話 其實台灣要的東西聽起來 不是一個code for Taiwan 而是一個data for Taiwan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不要知道說 我們這些data要在哪一些政府裡面 怎麼放出來 怎麼樣 讓他不要那麼被究責 然後讓他能夠好好的運用 那當然好好的運用這件事情 還有公司協力的地方是說 要怎麼帶進資料的專業人員 甚至是法律人員 進到政府單位 我想這個部分是code for Japan這邊的經驗 是可以給我們做參考的 所以給code for Japan這邊的一個問題是說 怎麼去把官員找過來跟你們對話 然後這件事情是怎麼樣成功的讓這些專業人員 進到政府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在code for Japan的presentation裡面 是沒有看到的 因為這件事情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其實頗為困難 在公部門的人看到open data的人進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可以跟你無視或者忽視 甚至把你趕走 那這件事情我不知道日本這邊的經驗是什麼樣子 他們是有一個很上面的法律規定說 一定要這樣子嗎 還是說可以怎麼樣推動 好的問題 傻瓜 好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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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是被政府拘捕。 我们提供了其他公司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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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的大伙伴帮助务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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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嗎 代表公司与大众共产业在订阅业的联储 在公司与政府提供的联储 。 公司与大众共产业和大众共产业 与大众共产业和共产业的联储 业共产业实际业的联储 提供的技術的技術 我问一下 但是他们没有 那些大企业的服务 他们没有人的服务 他们只是卖这些服务 但是他们没有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卖很贵的服务 但最多的地方政府不可以这样贵的服务 但大型公司像Fujitsu需要新的服务 在未来的服务 在这种区别的服务 所以他们正在专业新的服务 能够制服务 专业新的服务 专业新的服务 which can solve the real problem. And they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to be a facilitator, not just IT specialist. Okay, I can give you two things. Just from me here to see, Let's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port.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first is from our own information, the first is with the data we're working together. It is a really good job for you, it is a mistake. Okay, this is not a problem. What you're doing, you're doing a lot of work. You're doing a lot, it's a great job, but you have a lot, it's a good job. It's a real problem.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專家 能夠把你的技術 帶進來解決我業務上的問題 這是有gap在的 所以局數跟局數之間 是有barrier在的 我今天是一個IT專家 IT advisor 但是如果IT advisor 可以把我的專業技術 用來解決你 業務上遇到的困難 中間那個gap 有時候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challenge 所以變成說 資訊人員 有沒有辦法 那個interview的能力 去說服 convince他們 這個不是只是技術好壞而已 而是這個技術 能夠幫他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gap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gap 那我們的同仁這個能力 不是那麼夠 ok 第二個 我們想要做call for 類似call for Japan這件事情 其實在四年前 我跟村長其實有一個計畫 想要引進業界 gap year 我們那時候談的是gap year 為什麼要談gap year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會有很多 圖利的問題出現 所以當你一個業界 一個廠商 尤其跟你假設有業務來往的 他根本不可能派人進來 他只要一派人進來 你就知道 那就是沒完沒了的一個糾紛 所以那好 不跟你合作的廠商 到底誰能夠派人進來 沒有幾個能派 台北市的一年 你說資訊預算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有多少公司在裡面 對不對 那好的公司 有名的公司 大的公司 幾乎都在這邊 都有業務往來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要跟他談什麼 他的工程師 直接到你裡面當official 這是有問題的 那人家就會質疑你說 你在裡面很多的project 很多的東西 其實都是他們 他們negotiate 或是initiative出來的東西 把他們公司再來得標 哇那不得了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談的是gap year gap year是說 你今天休假的那一年 你今天不屬於任何公司的情況之下 我們付你薪水 然後你來這邊幫我們part time一年 然後我們說 我們需要很多的SA 需要很多的SD進來幫我們去做 甚至architecture 我們連個architecture都沒有 所以做很多東西的performance 其實是非常非常差的 因為都是一個計畫 一個計畫 一個component 一個component 所以當你gap year要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人事處就有意見了 薪水誰發 那政府結構裡面一個蘿蔔一個坑 我要弄缺給你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所以我不可能弄個缺給你 然後讓你進來 進來之後 3萬塊你要嗎 gap year architecture用3萬塊 這不可思議 假設你願意捐那沒有問題 但是去哪裡找這樣的人 那如果不是 好那我今天 那時候高村長幫我們弄錢 他說可以弄一筆錢來 然後我這邊再用一筆錢來 兩個人聘他來 然後人事處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必須要開一個案子 招標 哇好一招標 那我會收到誰啊 收到一個應該拿3萬塊的 來拿10萬塊的案子 所以 到最後這個案子是失敗的 這個案子失敗 所以其實我也很好奇 Core for Japan 怎麼樣把人 產業的人丟到 丟到政府裡面 然後卻沒有任何人有去質疑的 我今天敢跟你講 我今天只要做這件事情 馬上我在議會就滿頭包了 對不對 這台灣的一個文化沒有很難這樣做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在做智慧程式的時候 弄一個TPMO 我們弄一個PMO PMO在外面 我們去外掛一個 用外掛 外掛可以增加功力 對不對 打GAME就知道 我們就用外掛 那外掛 業界直接跟外掛的談 談完畢之後 經過過濾 經過filter 經過重新redesign 再進到府裡面 然後由資訊局負責 溝通所有局處 把那個barrier給break掉 然後變成一個scenario以後 每個人在scenario有劇本 有角色的人 才可以繼續弄下去 那這時候你這個計畫執行起來 就非常非常容易 OK 我們大概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想辦法去突破很多的barrier 就我們剛剛對前面講的 在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你只能去想辦法 想辦法去破壞這些東西 然後讓他們感受到 最後的成果 OK 只剩一分鐘了 我們還要問問題嗎 應該是 兩個耶 好吧 我們最後兩個好不好 就最後兩個 兩位 那你先舉的先 謝謝李局長回應 那個我想問的是 關於如果要用 我很認同您說 從資訊的觀點 引進策略性的思考 可以找到政府中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 好像常常想到的解法是 設在政府裡面 設CTO這樣子的位置 或者是說 您認為這樣的位置可以解決問題嗎 或者是說 像唐豐政委辦公室現在在嘗試 那個PITES的制度 那這樣的制度有沒有 有沒有幫忙解決這樣的問題的可能性 那麼問題一次講完好了 這樣不要節省時間 你要不要 我們再看一下怎麼分配回答的時間 OK Maybe I have some question for Olivia Olivia Oliver It's your question. Over there I wonder How do you manage the job for reviewing poor request And in your talk you mention about maybe some people will worry about how their data is good enough or not and as there is a new coming pull request, how do you review this new pull request is was be accepted? And is there some methodology for reviewing the committee data? That's my question. Oliver, you're first OK. Can I ask first for the first question? The CIO. Yes, the government CIO. Government CIO can improve the situation. My answer is yes. It's really important role. But in Japan, the problem of the in terms of CIO. CIO, often CIO position is promoted from the inside government. So actually they have no IT knowledg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ired the external person for the such kind of position. But it's not so familiar way. So as Code for Japan,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ire the IT specialist from outside. And actually I'm a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of Kobe City as a part time. So I think, I hope this kind of collaboration will become popular in Japan.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but I will facetiously answer that it's not today's question. That is, people who publish data today, they've got zero feedback. So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a pull request that is problematic, for them it's a good problem to have. If you've got a project and you've got zero feedback, getting some feedback that is hard to deal with is good news. And so we're not at the point where we can have good guidance on how to deal with feedback on data. I think we can learn from open source, you know, models of governance. One thing that you can do for sure is if you want to take contributions, document how you'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m. I'm going to receive your contributions. We're going to answer within 24 hours. We may or may not accept your contributions, et cetera, et cetera, et cetera. It's governance and each project will have their own. time, but at the moment, we're at level zer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eedback on data most of the time. Okay, that... You're watching the answers. Okay. So CIOs, that I,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s information or innovation. Career is over. Okay. So CIOs, you just got to be CIOs, your career is over. Why? So, you just said CIOs,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working.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career in a problem, but in a lot of things has been a problem. 就說不管是宇婉如委員 或是反正徐毅仁委員 他們都有些想法沒有錯 但是你要知道資訊這個東西 跟原來像一條邊 你的陣風 人事 會計 主計是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以講陣風來講 不管你到哪個單位 你都是單一目標 對不對 就是陣風的那塊法律 人事的法律 HR的法律 所以當他試圖以這種角度 去設計整個一條邊 上面有個CIO 不會成功的 不會成功的 OK 如果像其它是分散 那就不要講了 所以資訊單位如果要做CIO這個位置 他的設計是跟以前的概念 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不能拿那個來抄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案子 以在市府來講好了 我問你 今天交通局裡面的資訊中心 主要是聽我的還是聽交通局長的 交通局長的 對不對 當每個局長 他一定有他的業務面的東西要發展 資訊單位一定要支持他 所以這個資訊單位在做Policy的時候 是為了交通 所以譬如說Mobility as a Service 對不對 或是現在的Design of什麼 什麼Transportation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要資訊單位的策略幫忙他 那資訊局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可能要更Hire 更Hire的東西 不會Involve到這麼DETAIL的東西 所以當你在做聘人人事的一條邊的時候 到了局那邊其實你要尊重局長 那再高一點點跨局處的時候 你可能才有辦法去做資訊局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抱怨的是說 為什麼我會抱怨 實質等的人是非資訊直系的 因為我認為資訊局要Involve的 不是到你的業務層次 而是另外比較高階的另外一個層次那邊 當然另外一個層次 比如說你都DATA DATA Driven DATA Governance 這些東西應該資訊局要處理的 但是沒有足夠的人力跟能力去處理這樣的東西 那資訊局來講對我來講 我是不是CIO 市長說我是 但是我說我不是 所以他每次都在罵我對不對 他說我說你是CIO 你為什麼說你不是CIO 因為我是局長 局長跟局長是平行的 很多的policy 必須透過市長下去之後才算 但是市長下去之後 我變成只是一個執行者 那其實力道是有時候是不夠的 我所謂的不夠就是說 當你用上方保健 市長罵我對不對 給你上方保健你也不去砍人 給你上方保健你砍完畢之後 這些單位的系統很快上線了 但是服務做得好不好 一定不會好 可是很多東西 你不是看資訊系統 而是看服務 對不對 這個系統是為了服務而存在的 所以最後好不好是看服務好不好 服務好不好 是業務單位願不願意做 所以你即使弄個系統 你一化又怎樣 你只是把服務online而已 所以你滿足KPI了 你的服務online 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百 服務都online so what so what 那這些東西 真正要是要 要業務單位買單 才有辦法做的 那業務買單 他自己有他的想法 你可以把 innovation的idea放進去 那infrastructure policy 是你要來定 那你的位階要夠高 我也不需要太多人說實在的 這在implement可能在那一端 但是你整個政策 你說data的政策好了 我們那麼多的silo 接下來怎麼辦 每個局每個局的資料庫 散在各個地方怎麼辦 這些東西資訊局應該要出來做 沒有錯 那台北市有資訊局 台北市像小內閣一樣 我們有資訊局 所以你可以從資訊局這邊的運作 發現一些問題 那把它拉到中央層級去看的時候 當你真的成立一個資訊處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看待這個單位 它只是個資訊處 別鬧了 就是這樣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如果要做 你要回到實務面去 怎麼去運作 還有一個觀念 你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對那好 回到資訊單位 你到底是資訊單位 你到底負責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那個位階要定義好 如果你是要能夠跨局 跨業務單位的 否則你永遠沒辦法 break那個barriers CIO就做這樣 像現在怎麼資安長 都是副首長當對不對 那就當好玩的嘛 大家都知道 那未來的CIO 如果也是副首長監 那就是 好不好 大家都笑了 就結束了吧 OK 好不好 那這樣謝謝大家 好聽 我變成了 那你不會不見 啊 這個